黑脚阿嬷案例 但是病患及家属不同意 经过原始点疗法的处理后 阿嬷的脚血液恢复通顺 只截掉组织坏死的脚趾部分 还能自行下床走路 处理前头晕、心脏不适、大小病无力 及皮肤痒等多年症状 经原始点医学处理以后 其症状也一并消失 欢喜地去参加孙子的婚礼 为了改善阿嬷脚的状况 试过各种热源 后来发现红豆的保热效果好 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加热便利 因此发展出整套温敷红豆袋 血管显影 加热心 前后比对 2007年12月 2008年6月 前后将近半年时间